吃太咸了吗 吃太咸了吗 我知道了 我撒了一大把盐在里面 可是我已经用水过来两遍了 我觉得吧 一定是卖盐给你的那个人 他有问题 他把假盐卖给你了 对啊 感觉他就好像不太老实的样子 没事 喝汤 你挂鳞片了吗 要挂鳞片吗 不是把它扔在汤里面 它自己就会融化的吗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你荣宝堂的侍卫 已经被奉定制住 段月容把你打下山崖 花木槿 倒是因为那个花木槿 老子早就跟你说过 那小子对你不是真心的 所以 我要让段月容亲眼看见 那个女人死在我的手里 再将她手刃 以报坠衙之仇 还望 胡将军帮忙呢 夫人 夫人 这碗血烟羹啊 是厨房特意派人送来 偷偷孝起您的 您快尝尝合不合您的胃口 如今整个紫园上下 谁都知道您才是紫园真正的贵人 对 这个就是莲夫人每日都会喝的吗 也没什么的 人人都追求富贵 站在云端的感觉 是挺好 莲夫人不是掌管紫园的用度吗 若在此事上出现差池 是 初一啊 在 你吩咐下去 从今天起 不要再让人给我送血烟羹 府里要开源节流 我就当做出表率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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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不是 你学过的 但我发现 刺绣也是蛮好玩的 这对水鸭子真好看 这是鸳鸯 一对鸳鸯 光潜莫不是以为花木槿死了吧 奇怪 那花木槿不是三弟的小妾吗 花木槿 是光潜最爱的女子 不知为何 她以为花木槿死了 而父王也禁止全紫园的人 提起此人 为了做戏做到底 我还陪着光潜 为这个女子流过几滴眼泪 你知道光潜爱她 为何说得如此平静呢 爱又如何 现如今 她是我的夫君 等我以后有了孩子 我就是她孩子的母亲 她的枕边人是我 她的枕边人是我 陪伴她度过一生的人 也是我 和这些相比 那些虚无缥缈的执念 又算什么 非烟 你为她做的 真的太多了 她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